《善法八卖论》当中 今天讲正法和非法之间的界限 我们很多人想修一个正法 但是到底什么叫正法的 可能很多人就还不太清楚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正法和非法之间的界限 就是依照中东伯的教言来宣说的 其实这个话呢 就是阿底峡尊者也讲过 如教言前面所说的满身过患的恶友 那根本无法成就任何正法 就是我们这个不是前面一个呢 就是对这个男宗出家人来讲 这个女宗也是一种恶友 就是所以昨天也已经讲了 就是如果接近恶狗的话呢 就是要这个身体上容易出现伤痕 就是所以这句话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记住 这个你们这个女宗出家人的话呢 就是各方面也应该注意 就是接近这个男宗的话呢 也同样的道理 就是对这个书界的一些 这个亲近的僧人来说是有这个过患 因此呢 昨前天呢 大家都翻译比较强烈吧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以前那个 以前可能不懂 很多人呢 就是不知道是有这么大的这个过患 有些人呢 就是可能以前也是比较聪明 或者是在其他经论当中也说的比较清楚 这样以后呢 就是现在这样讲也是是这个没有任何这种孤立吧 就是但有些人的话呢 就是一看自己以前的这个很多行为 真是很不如法的 有些呢 就是流着眼泪啊 有些呢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己以前不如法的事情啊 有些呢 还没有翻新过来 还不敢来 还是什么样的 也不太清楚 凡是呢 有很多这个有一些人就是有通通性的这种这个感觉吧 就这一点我觉得很好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修法呢 就真正在这个身体理性的话 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如果你一参政的一些错了 认识了自己错的话呢 你可以这个就是该可以这个忏悔 就是忏悔以后 以后呢 就是应该就是自己在三宝明前发誓 就是做一个很清净的这个修行人 就是这样也是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我都昨天都是像这个佛法的这个威力都是不可思议 我如果用其他的方式来给你们讲戒律啊 就是你们都很多人就是内心当中不一定像的痛 就认为是我在可能在这个什么这个规定什么戒律啊 就这是不如法的 但是昨天那个赵哥仁波切从道理上 就是给我们讲了很多道道理以后的话呢 很多这个以前呢 就是对这方面像不痛的人也是是呃 就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呃感受吧 就是所以呃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这个修法的一种 修行的就是最好的这个修行恩号的一种这个象征 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应该继续这样做 呃下面呢呃就是我们讲那个昨天将往这个前面所讲的满僧固寒的这些恶有的话呢 根本上没办法这个成就任何一个法啊 就这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尤其是在自己身边的这些人呢 就是看看看这些人呢就是对上师三宝就是没有信心 今天说一些大张贪心称心 有关这方面的话题的话呢 那么最好是这个也就逐渐逐渐的避开他远离他啊 这样才是对昨天赵哥仁波切也讲了吧 就是说这样的这种恶有呢就是应该像这个肚色一样 就是远离肚色一样啊 就是肚色的话呢就是人人肚色害怕的啊 那天我们在厦门呢就是有时候经常放肚色 放肚色的时候的路上的人也是害怕 我们也是很害怕 让放到哪里的 有些人的说你们不要把这个肚色放在这里 这里要过这个过人啊 过人的话呢特别可怕 就是所以人们在这个肚色 肚色在人们的眼目当中是谁这样看待的 赵哥仁波切呢前面把这个呃对一个男中出家人来讲 是把女人也是看着这个肚色一样的 尤其是自己在同意上市的那个金刚导游的话呢 从金刚导游的角度来说是当然是这个要尊重 当时的话呢就是从戒律的角度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用这个肚色那样来这个删就放弃 就这样讲的 然后昨天就是讲那个恶友的时候呢 就是也讲这个必须把这些人呢 就是像肚色那样来这个设计 所以下面呢就是还有在这个恶友的话呢 就是下面这个赵哥仁波切 呃这个下一文当中还有一个就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 就在那边也提了这个像肚色一样 就是这个呃这个文章当中呢 就是中共就是提了三四字那个肚色啊 就是肚色的比喻 所以这一点大家注意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任何一个正法呢 就没办法这个成功的 就只是不管是那个脏传佛教 韩传佛教 任何一个高僧大多呢 就是在家人当中是再三的提 呃就是提倡就是一定要一致三知识 就是一致这个很好的同传道友 而四七就是原理就这样的恶友 从来修行人的我们呃所居住处所以道友 为自己以及信主作为一切为以 凡与自己有关方方面面 私情都能必须做到不然呃 罪恶复活正法 从任何一个角度呃去观察是清净呃 清净净净虔诚不然 那么这样的一个呃这个呃就是山友呢 就是一致让自己的这个从方方面面的 道友呢应该能做到就是为成不然 就是要到达这样的 这是呃当然我们末法时代的每一个这个 这个修行人呢完全能到达这这样的这种 境界和做这样的这个唯一的话呢 也恐怕是很困难的 但是毕竟这个坐在寂静地方的话 尽心尽力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相续呢 就是呃就是与这个正法去向复活 如果就自己呢就是与这个佛法方面 有一些违约的地方的话呢 也尽量的这个忏悔也尽量的这个 不要啊现在我已经这个完蛋了 就是什么我这个已经胜了谢监呢 啊我现在就是好像那个什么都不行了 这这样下去的话是这是一种愚本的做法 那天吴光尊哉也是说知者就是呃 就引用那个教证这样说的嘛 知者呢就是会忏悔的 这个愚者呢就是不如不止忏悔 就是说这个呢也很大的差别 因此呢我想是像这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这个前程不然 像这样到达这样的境界的话呢 我们这个末法时代阿底下尊哉都是他所思 他也是这个我们大元门前行当中是有的 就是下面就是呃说是在这个如老这个谜词以后呢 就是很多这个戒律都是呃就是坏坏的 就是很多就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这个凡夫人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尽量的就是呃就是每天都是做做忏悔啊 就是然后这个继续的去静静修制佛法 就是这是很重要的 不断亚仁波齐呃曾经问那个大善这是中东吧 就是那个阿底下尊哉的大弟子就是中东吧 中东吧和阿底下尊哉呢 就是那个有个garten patch 就是那里面讲的是阿底下尊哉呢 就是讲了很多中东吧 他们在这个汉地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洪荒佛法 印度陆越元的时候是怎么样洪药佛法 就讲了很多很多的就像拜金一样 就讲了很多的故事 当时有一个叫做什么劳必谢的 劳必谢的呢 经常在阿底下面面前那个请求就是呃 你们这个以前是怎么样这个变成司徒关系的时候呢 就是阿底下尊哉呢 就是本来都是我不想说 但是既然你这样请求的话呢 我今天还是要讲一讲 以前在某某这个时代的 某某过往下 我们就变成什么什么 就是讲的这个特别多 就是他那个就是一个叫这个佛子 佛子论什么这个一个叫 garten patch就是佛法论就是佛亲的法 就是这是主要讲阿底下尊哉他自己的这个故事 然后这个呃什么那个 我求我求是那个自法论就是自法论的话呢 主要讲总统把他很多那个故事 这个特别多就是呃可能我以前大概是在83 83年不是86年的时候就看过 他今天阿底下尊哉和博多瓦呢 就是他们也是这个师徒关系就是当时博多瓦呢 问那个阿底下尊哉 和你正法与非法的标准呃 界限是什么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是非法 什么是正法就是那么他们的这个标准 或者他们的界限是到底是什么样呢 总统把尊在这样这样的就是不呃 懂得呃上是监民恶药的就是告诉他所 如若称为犯药的对着自是正法 呃 佛子呢就是非法就是他就从这个三四个方面来就是讲了 就是第一个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能对着的话呢 这就是正法不管是什么途径呢 能对着自己的烦恼这就是正正的正法 佛子的话呢就是呃这个非非法就是比如说就有些人呢 依靠那个一些密宗啊依靠这个其他的方法呢 就是增长自己的这个贪心称心 那么这不是正法呢 就已经称了这个非法了 如若于世间不相依止则是正法 否则是非法 如果我们这个自己的言行句子一切一切是个所作所为呢 就是以这个世间人就是呃就像依止的话呢 那么这他是非法 如果呢就是不在世间上顺事 也可以说是不顺世间吧就是我们的言行 因为这个这些世间人的话呢就是他所作所为都是没有这个散发的 如果我们算损这些世间人的话呢 那这是成了这个正啊就非法 而且不算损世间呢就是这个正法啊 这个算损世间的话呢就是非法 如法与经典呃相复合再是正法 负责是非法 就如果我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文思修行当 看看这个清典续部就是是不是相合 如果相合的话呢 那么这是正法就负责是非法 如若何果良好再是正法负责是非法 就是何果良好下面也有解释的 意思就是说是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最后呢就是把他这个圆满的成功 而且呢就是如理如法的圆满成功的话 是他的何果良好的意思 否则是正法 所谓的正法必须要成为对着自相续烦恼有理物器 就是他所谓的真正的正法呢 就是必须要成为这个自相续当中这个烦恼的这个对着的有理物器 就是应该把它这个编称是有理物器 不然的话呢你自相续当中的烦恼自私蔓延 然后呢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正法的话 这也是很难说的 即使自己安心住在寂静 就是幽静的什么这个亲友的 亲友的静主 远离对亲友的贪恋 对怨敌的称恒 所谓的善法自然 就是自然日以正上 也就是说他这里呢 如果我们住在这个寂静的地方 然后对这个这个亲戚和一些怨敌的话呢 就是远离这个探称吧 这样的话是自己所作所为呢 就是这个功德是越来越正上的 这就是真正的正法 所以扎克仁波切呢 就是他的一次再三的要求 我们好好的这个再不要离开上市 就是住在这个上市身边 这样的话是你的这种 这个烦恼呢 就是自然而上这个灭境 就这就是称了真正的正法 所以说 住在冷切实有效 这只贪嗔痴散度的寂静主 就是能够称为烦恼的这个对折 就是他真理唯一的窍诀是什么呢 我们要向对折烦恼吧 对折烦恼的话呢 你最好就是亲自于笑的 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这个贪嗔 要对着这个贪嗔痴呢 就要住在寂静的地方 这样的话是你的烦恼一定会是对着的 永远也亲朋好友不向脚 对自己的学法制造障碍 承担贪教士的人呢 就是就不服这个存在了 如果我们今天是与那个 这个亲亲亲朋好友 经常交往的话 那真是对自己的修法 就是制造违缘 就是越来越多的 真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就即使出现疾病隐身呢 这个明觉慎望 等难以堪忍的巨岛痛苦 新闻也一亲二叔的制造 这完全来源于自己的树 也再不会活跌汉地的这个 求主庆数 就是住在一个寂静地方的话 就是他就完全的是 制造是自己的 这是这个树叶这个造成的 然后呢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喊一些自己的这个亲友 相方思想法清楚痛苦 所以这个生病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这个 用这种方法来对治的是很好 但是贤者的素 我好像不好意思说 去年我在生病的时候 是可以说是五六个月 都是比较坚强的 就是在这个下面下面呢 就是会在其他的各个大医院里面 是就是一边就是翻译啊 看书啊 自己黏住啊 各方面的事 就是边生病 但是前两天呢 就是有一点干嘛 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在护平医院 一直是大叫大喊的 茶店不是酷了 就是说一说呢 现在的话 是以所那个病转为道用的话呢 现在就没办法说一样 就是本来是 窍解暴走呢 刚刚降完了 就是窍解暴走呢 你们这方面的道理 降得非常 甚就是按理来说 是应该我秀得更好 但是不知道 我现在啊 就以所那个病转为道用的话 是可能这个护平医院的 很多医生笑我就是说 现在我就不敢就是提这方面的 去年的话呢 我自己觉得也是在每天都是特别严重的病 就在尤其是在厦门期间吧 就是一天的课也没有拉 就是每天都是什么那个呃 这个窍解暴走论啊 还有那个什么呃 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本色传啊 就是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就是自己也觉得是很坚强的 但是可能是感冒的病不能这个染水的 其他的这个重病呢 就是容易这个吧 我可能这样的 嗯 现在不好说了 不然 呃呃 也会将痛苦 痛苦呢 就是呃 思作修行的顺缘 就是把这样的病苦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痛苦呢 就是作为修行的顺缘 如此亲友们与自己呃 就斩短千年 这么以来呃 生人呃 饥荒的社和也未有人护理 离开人死的社和呢 也没有呃 就是呃 没有人在一旁痛苦呃 绝地的好打呃 什么这个好他大哭 就是你如果没有呃 这个亲朋好友的话呢 你病的时候也没有人护理 就是这也是很高兴的事情 然而呢 你死的时候呢 就是旁边也没有人这个大哭 所以将坛城的呃 坛城折腾 呃 斩草 酷梗啊 就是斩草 除梗 呃 其理一切有害 与修行恶人 就必然成了烦恼的对着 就在寂静地方呢 就是愿意一切这个对自己修行有害的这些人 所以呢 就是他就就成了这个真正的这个烦恼 对着这个烦恼的 因此我想我们这个在座的人呢 在这个激进地方呢 就是最好是这个对着烦恼和对着自己的这种呃 这个烦恼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仁波切也再三的讲了 就这是我们自己的通过自己的纪念也是能这个呃 得以这个了知的 如果在城市里面的话 是你的这个修行再好也是肯本没办法的 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这个军队面前呢 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孩孩童的话呢 他能不能这个政府他们 他能不能对抗他们 他根本就是 他的历练上也是是没办法的 同样的道理 因为因为城市的这个优惑力也是特别强 再加上是亲朋好友的这个优惑力也是非常强 因此我们自己的这个善根和修行的力量也非常薄弱 这样一来的话呢 凡是到城市里面的人呢 就是修行很好 就是确实是除了不甘所思是绝对没有 就是担忧的话也是这个呃 可以说是绝无尽有 就是可以说非常这个少的 因此呢 呃所以这个呃 希望大家呢 就是看到这个扎盖山法以后呢 以至终生就是不理上师啊 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 可是我们有些人都是好像是遇到了 肖肖的一些违缘的时候 马上也像那个 跑大城市里面 有时候我觉得是他们的这个严信心动特别恨 呃 因为就是他自己不想修法的话呢 就是没有必要在这里 就是给很多金刚道友和上师这个 添麻烦就是不耐的话 也是是可以的 呃 然后今天好像是做一个正常的人 明天呢 就是也是就精神疯狂的人一样的 这样的话是没有必要 就是这个佛法呢 就不要当做玩耍拼吧 呃 有些人呢 好像有稍稍的一些什么这个放子啊 或者是有条件一点点不具足的时候 一步都开始这个呃就马上想着这个 这个尼开上市 离开的话对我们来说是无所畏无畏的 但是真是那个愚者呢 就是什么这个愚者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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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是吗 这个制制者有こう per angle 导就是愚者 呃呃 cur 讲的因此呢 我对这些人当面也是说了 就是就我觉得是你们这个 以前也是有时候就是没有必要的时候 也是这么离开的 来到这里的话呢 就整天都是为房子啊 就是你这个花费的时间是变成什么样子 栽了这个多少次房子 所以说这些人的话呢 就是你以前这个所造的这些房子 就是以前有多少个房子 但现在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用上的没有 所以有时候呢 正是这个一种因果报应 觉得是离开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金刚道友不要这个天很多的麻烦 不然呢有些人真是那个 就不要离开的话呢 我非要离开 就是而离开的时候也是离开的这种方式啊 很多都是非常不如法的这个行为 有没有这样必要 就是所谓的这个修行人呢 应该大一点发呢 就是自己这个身体理性的 我觉得是还是应该必要这样的 应该这样做 自己心断情愿的将三亿亿 三门供养上舌 不再有人和支配三亿亿的权利 实际上是无论是自己扭住在他的身边呢 贵主啊 贵主呢就是啊 这个还是这个前呐 前排到这个潜尼致遥的 thumbnails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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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缤天这个雪底寒冷的这个地带 peoples啊 呜呜呜呜呜呜 这个艰难igning住呜呜 暑苦溯南的地方 就是如果上师派你就是到这些地方的去的话呢 就是因为应该就是这样做 呜 实不顾伏 呜呜的 地区 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正是在这个上市面前说的都是特别好 就是我以后这个好好的听上山一家佛西呢 说的是特别真正来说的话 上市叫你这个好好的按住 不要说是叫你这个冰天雪地里面去这个到这个钢热托克 或者是那个钢得色深山啊 就是没有必要没有说这样 让你好好的这个欲青岗道友 共同这个按住的话呢 就这一点都不听的话 是呢这些人这个遗址上市呢 就是变成什么样的 就是说的时候是非常好 好听就像水母各样当中也这样的 说的不用这个多少 就是看他的实际行动就能知道是 他对上市和他对佛法的这个恭敬和 他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心性的程度是如何 就是平时如果能够虚心向禅修道友血血 一举一行呢 均业慎重向一致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经常呢 就是与这个禅修道友这个血系的话呢 那么自己的一举一动一心 全部呢就是与这个慎重向一致的 那么自己的行为不会有 防忍自扭的取入烦恼企图的危险性 就是根本不会有的 因为我们如果跟那个僧重一起的话呢 就是自己的很多这个行为呢 有一定的这个约束 就是他自己根本不会防忍自扭 就是就这样呢 就是趋入这个烦恼的企图 很多人如果你自己就是离开了这个上市 离开了道友的话呢 那你的行为本来在这个学院当中 也是自己的贪心成心 也是来以抵挡的 在这样的话是在外面的这个世界当中呢 可以说是没有人这个权力 没有人这个致敌你 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行为编成什么样呢 就是不用这个言说了 就是不予而知 行为相信 见诚如理入法 也道友同学 就呃 就必然会成为烦恼对着 就是刚才不是前面讲了吗 就是是不是正法的话呢 就要这个对着烦恼 但是如果住在一个激进地方的话呢 他的这个行为一定会是让这个有改变的 可是我们有些人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我现在心很犯了 就是心很犯了 那这个可能是这个前世的业障 就以前那个江蜜烈清文经的时候 也是如是个比丘呢 当中是两个比丘 那就是怎么样这个修业修不成功 就是后来的话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们 就这就是前世毁谤复法的这个因缘 就是有告别的人呢 就是肯定会是有这样的 就是你业里非常这个深重的人 哎 有些人的经常就是我不管是怎么样 现在背书也是背不下去 就是看书也是看不进去 就是然后吃饭也是吃不下去 就是吃饭吃不下去的话 是生活费可能深一点 但是吃饭可能吃的还不错的 就是琐事吃饭也吃不下去 吃的还下去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什么的就是不进去 就是可能是不是这样吧 就是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有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只有住在寂静的地方呢 对你的这个烦恼 就是肯定有这个有效的 就是对着这个肯定是有效的 除此之外的话呢 可能大城市里面去 有些是住在寂静的地方 我心很犯 就是我像大城市里面 也像大城市里面去的话 是你这个顺顺这些事件人呢 就是还是你的这个烦恼呢 就是进一步的已经改善了 就是那时候呢 你就硬和这些这个 硬出这些这个事件来往的话呢 那么这时候你的这个心呢 可能已经平安了 就是这也许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那个呢 就是对你来说是有没有这个利益 就是所以所谓的这个烦恼对峙呢 大家也应该认清楚 也就是说要成为烦恼的对峙 不损事件呢 复活清点之年 不是前面有这个 那个什么这个中东班呢 有四个这个教言吧 就是其中这个对峙烦恼 和不损损事件 复活政法 就是那么这些 咱们要比神举基金胜敌 也算是同修道友 不调异则为说神的方法了 就是这一句话 大家应该这个记住 我们这个是不是正法呢 就是这个上面所讲的这几条 那么这几条真的要能这个实行的话呢 那么再没有这个 住在这个经济的地方 跟上师道友一起 就是没有最好的这个办法呢 就是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这个的 所以很多人 这个 这个说说我现在心很烦 要想离开的话呢 我是 当然有些人会听的 有些人没有听 但不管怎么 我也是经常这样讲的 我像赵格仁波切 这一句话 这个说的是非常对 我是这样想的 你离开这个城市 你离开那个京都的地方 对你的烦恼 肯定不会有什么帮助 也许你就是像 像那个贪嗔痴 就是贪嗔痴 对着的时候 你很烦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大城市里面去 当然你的这个贪嗔痴 更加兴盛了 就这时候 可能你就很开心 就是也许是有这样的 除此之外 真正啊 你想对治烦恼 和对治自己的分辨联的话呢 那只有最好是在这个 住在寂静的地方 不管是怎么痛苦呢 还是住在寂静的地方 是最好的一个良药 最好的办法了 所以这以上呢 我觉得就是 赵格仁波切的 每一天的这个 说将来的道理呢 就是确实是非常这个盛啊 尤其是我们住在寂静地方的人呢 这个现在 现在很多我们这个 赵格山法 不是这个前一段时间 上网上网以后 现在在权贵各地 甚至在过外呢 就是看书的 就是这个 看书的人呢 就是特别多 依靠这个网络呢 就是现在这个学习的人 特别多 很多这个伤亡的人 在网上也有发表说的 还有那个 我们这个有些 这个其他的一些 法本其乐的这些人 也是大城市里面的人呢 看到这个赵格山法 以后觉得是 特别特别的痛苦 觉得自己呢 就是真正不像一个修行人 就不算是这么修行人 住在寂静地方的人的 这个生活相比起来的话呢 那自己就觉得非常惭愧 就是很多人的 就是有这种感受 我们住在寂静地方的人呢 就是觉得是这个赵格山法 讲起来的时候也是 自己就是特别适应吧 所谓的合国良好吧 意思就是说 自己的依据 就是什么这个 依据书 依据书 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呢 要看他的最终的结果 或者是结局 是否相应佛法 这是非常重要 做什么一件事情 看他的这个结局呢 就是能不能这个相应佛法 住在犹敬的圣敌 实时效仿 所遗址的上师 也所亲近的 禅修道友的告上品行 就告上品行 以政治正面 仅仅恕乎自行 行为孝心意 他所带来的必然 是就是如果我们这个 住在 他这个赵格仁波切的 我们的这个 做任何一件事情 看他的这个 合国就是合不合法 这个就这一点 就是那么你 住在激进的地方 遗址上师和道友 就是然后这个 行为也是跟着 他们一起去 就是行为也孝心意 那么这样的话 他所带来的必然是 知足少女 节旅庆盈 等此赠上 只会告朝 背心广岛 精进幽梦当 说成善妙的 这个逢守称国 而且他的国是什么样呢 就是编程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 所作所为 肯定是这个 如法的吧 如果住在激进的地方 没有离开上师和道友的话呢 那你的这个 所作所为 就是自己的 不管是背心戒力 还是这个 登次智慧 当当 就是全部呢 就是只有这个 进步 就是不会有这个 推 就是推 就是推转吧 就是这样的话呢 他的这个 这个成果 也可以说是 他的这个后果呢 必然是这个善妙的 这样呢 在这里面也已经说明了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后果年号呢 也主要依靠这个上市 依靠这个激进的地方 平衡的机场 予以静走 遵循上市 同修道友的一切行为 输持情景戒规 就是输持情景戒律 这种自相续中 必须会出现 这样好的这个后果 就是刚才 前面也已经讲了 就是如果我们真是这个 住在一起激进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反反复复的 就是再三的提 要求我们就是 不要离开激进的地方 不然的话呢 就是真的 就是一切都干的 这一点很多人 这个修行人 稍微有一点纪念的人 也会知道的 有些人呢 说说我在城市里面 修什么驾行 我多看说 但是到了城市里以后 城市有不可思议的一种 就非常大的优惑力 不要说是一般 刚这个初学者 就是算我们的话 好像也就已经多年的 从小都是信佛法的 然后也算是在上市面前 也是有十多年的 文史学行 算是自己的间接心性 比较稳固的 但是到城市里以后的话 我也再三的说过 就是一天 就是念一个戏截脱的话 说是今天我念了戏截脱 就有时候觉得 就是很不可思议的 有这种感觉 因此再静静的人 也是实在到了城市里面 还是特别的难度 我都现在想起来了 我们去年厦门的时候 我自己认为是 我们就非常亲近 可是去年我们在厦门的时候 一般炉电中的时候 还睡着 有时候他们医院里面 有一个服务员 就是大开睡 就是炉电中的时候 大开睡 大开睡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知道 有时候的我们根本不知道 就是当然是 大概七把电中的时候 才起来了 所以在城市里面呢 就是是这样的 在寂静的地方呢 现在好像大壳睡啊 或者是早上睡着的人 是一个也没有 哪天说我睡着了 我列令很慎重 不知道我这个牢种 我这边 我这个厨房里面 有三个牢种 我这里这个庆室里面 有四个牢种 七个牢种都是 昨天都睡着了 就是我也睡着了 哪天有这种现象比较多 现在好像是没有的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五路店中的 不闻思修行的话 这是寂静地方的一个价策 那么这个情形过语 不会因为情有事主当人 厌恶这个事件吧 就是自己的这个修法的这个事件呢 就根本不会厌恶 因为在寂静地方 这些人就是很少来的 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的话呢 就是自己没有照贪人 但是呢 就是别人都是大电话 别人都是就是大电话呢 就是也自己没办法这个修法的 也不会与辽博贪行 辽博辽博贪行的 这个苗语与力量共进而受到违缘 就是在寂静地方 根本不会有这些的 这个被这个贪心引发的 这个苗语 或者是力量来就是受到违缘的 修行上受到违缘的就非常少 如果已经见到这样明显的厌象 那么 足以证明已经获得了 即使独自一人居住在皮静的地方 也会像为你无比的凶色一样 无所畏惧的甚高境界 就是如果你真的到这样的话呢 就是那就薛山的这个四字一样 你就获得了非常这个高的这个境界 随后可以从容不过的 在一个境处到另一个境处 就是那么 如果你真正就是在寂静地方 带了很多时间 就是最后的话呢 就是真正是以任何违缘 也是没办法就是坏坏你的这个境界的 到了这样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就是非常这个英勇无为的 这个薛世一样的 就薛山的四字一样的 最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随便 就是从一个这个境处呢 就是到另一个境处 就是可以这样去的 就像是日月自由自在的 住有各方 就是这个像日月一样的 就是自己呢 就是住有 就是什么这个自由自在的 住有各方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还没有到这种境界之间 到处就是今天 什么就是到这里去 明天到哪里去的话呢 也不是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所谓 希望大家呢 就是什么这个操散败富啊 就是做很多事情的话呢 现在不是很重要 现在清醒经营 闻死的时候呢 因为真正的这个散指时候 真正的这个闻死的机会 在基层当中有没有呢 我觉得就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现在有这个闻死的时候呢 也不要听别人说说 我们要不要去这个腊肠 我们要不要去这个丧月 我们要不要去 对对对 去去去 我没有路分 也是现在我看看 我卖房子 让有些人没有见解 就这样不说啊 现在是闻死的 这个闻死的 是一直上市呢 就是可能困难的 拉萨的这个久我呢 就是反正这个 已经这么多年以来 就是在这个拉萨的 那个大早市里面 就是一黑去的话呢 我觉得是否则没有受到很大的 这个危险害的话呢 就是觉得这个 好像是无肯定存在的 所以呢 就是现在闻死的 是精心尽力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灌 就是外面的一切事情 哪怕是天快了 就是第一这个 呃 你一看来的话呢 就是你也不要这个 灌他们 就是社会上的各种各样 形形实实的事情 都不要关注 自己精心尽力的 就是闻死修行的话呢 就是这是这个 最难得的事情吧 就是既然这样做 也绝对不会被烦恼受害 这就是呃 微风淋淋的修行勇士 就是这是真正的 这个修行勇士 就任何违缘也是不能摧毁的 自己的修行非常圆满的话 这就是微风淋淋的修行勇士 短处愧劳 自主少语是修行人 远离故乡的呃 另一打前提 就是他这里这个 这个短处愧劳 自主少语呃 对就是这个前面那个 嗯 啊 不多了尊在的话里面 就是短处愧劳吧 就是短处愧劳 也详细的讲了没有 呃 就这就是这个 这个修行人的一打前提 因此说我们要做这一点 应当胜过自己的性命 呃 就是呃 这个住在寂静的地方 端处愧劳 自主少语就是 那么这一点呢 也要这个 送过自己的这个 呃 生命就是说一说 我们这个呃 这处修行的境界呢 非常珍贵 非常烂得呃 呃 他个人不切了 呃 好像他有他的一种 督头的这个 这个戒 怎么说呢 就是戒所放适 呃 因此我希望你们以后 也是自己作为一个 真正的这个好的修行人的话呢 这次我们讲的呢 就是也不算很广 也不算很略 但是呃 我就这次呢 就是是打开一个思路 就是大概的这点呢 希望你们应该是有时间的时候 和以后呢 就每年都是多看一下 赵盖山法的话 是可能对自己的相续当中的 很多这个功德呢 越来越这个增上 就是尤其是对这个 现在的这个事件啊 城市啊 就这些都是最好 有一个毫无兴趣的这个境界 否则的话呢 你在大城市里面 编成一个大修行人的话 是可能是比较少的 然而将往修行人 最就是将往什么 将往 将往以后呢 就是修行人最起码 应该具备的这些条件 议和 再次呃 对如理如法 呃 道理做戒女 就是对如理如法 呃呃 对如理对 就如理做意的道理呢 就是做戒女性的阐述 这说中东巴尊者仁波切呢 就是亲口这样说的 就是中东巴尊者仁波切 是这样说的 以来修行人在去向 呃 品质富国呃呃 品质富佛国位的过程中 呃 就这个过程中 呃 虽然有不可思议修学的真法 呃 正道入门 呃 但是相续中所生起的 这有一法就是呃 中东巴尊是这样说的 就是一个人呢 就是要相称佛 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不可思议的法门 但是在自己详细当中的 不可缺少的就是一个法呢 就必须要生起 合法一法呢 那就是大悲空心章啊 就空心大悲章 我经常犯 就是空心大悲章 这个空心大悲章呢 就是前一段次 叫我们讲大员们 心心修行的时候 看凭我自己的一些那个想法吧 就是我就也给大家说过了一些 呃 这个呢 就是在赵戈仁波切 在这里面讲的非常这个 像好 好像是赵戈仁波切 我们有时候是这个性格 非常相同那样的感觉 呃 不知道是什么样 他是各流派的 呃 然后呢 呃 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觉得是 就是他的这个没一句呢 就是觉得是 啊 真是很对的 呃 他看到这个 谁说很多弟子 就是看这个弟子的毛病呢 就是对弟子的 有些这个窍诀的重要性呢 就这些很有这个纪念的 呃 呃 他今天就这样讲的 这个这个我那天 不是给你们讲的吧 所谓的这个 呃 空心大悲章的话呢 空心呢 我们这个生意当中是一切 呃 一切诸法是这个逆袭论的 时数当中呢 就是如梦如环 就是没有执着 就是这就是空心结件 然后就是 呃 白背心的话呢 就是对每一个众生就是 呃 无论是这个恶趣众生 还是这个世间的可怜众生 就是对他们呢 生起一种这个强烈的背心 那么这两个具足的话呢 我们这个相控送运 也是指的是这两个 呃 然后是这个呃 空心大悲章也是指的是这两个 所以我们这个相控送运的境界的话呢 当然他有这个无缘的境界和有缘的境界 我是对这个有缘的这个呃 有缘的这个有执着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就是对终生就是生起悲惧 同时呢 就是一切呃 一切万法呢 就是没有很强烈的 不像世间人一样 不像世间人一样 就这个没有这个强烈的这种贪执吧 就是就是如幻如梦的这种境界 这就是这个呃 这个空空啊 就是闲空双云也可以说 然而悲空双云也可以说 在这里面空心大悲章也是这个意思 空心大悲章可以说完全 囊括呢 大成重重的一切道 现在如果真正不虚的生起呢 这样的大悲心呢 那么随之而来的菩提心宝 千所未有的能够生起来 以前这个没有生 就是呃 这个千所未生的呢 就是可以生起来 一切三切的 紧久不衰 真正热伤 从而圆满富的责量 啊 真有空心的智慧 则是根除轮回不可缺少的殊胜正道 所以第一个呢 呃 大家也知道是 这个如果自己的相续当中 真正生起来 大悲空心 空心大悲章的话呢 那么就是 以前这个 就是自己详细当中 没有菩提心呢 就是菩提心 马上这个身上生起了 而且原有的这个菩提心呢 就是要清酒不衰 再加上这个真无空心的智慧呢 是真正能断除这个轮回的根本 不管是如菩萨行的三处遥道论 还是大爷们行行修行当当 就是很多这个情人当中也是再三的将 我们这个要断除轮回的话 是必须要有个这个智慧 就是智慧 那么这种智慧的话呢 就是呃 就是这的是 这里面的这个真无空心的智慧 尤其是具有大悲 呃 具有呃 这个大悲章的真无空心的智慧 才是真正片子复国的印 呃 就是他是真正这个复国的印 其中的大悲章呢 呃 大悲章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 他比如说这个空心呢 就是我们这个藏的话呢 就是他是进化 或者是一种类型的意思吧 就是呃 就是现在的一种这个呃 什么这个呃 什么无理的这种话呢 话说的话是什么原子 还什么这个分子 就是有这种说法吧 就是核心就是核 就是他那里面的藏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空心呢 就是具有大悲的这种核心 就是具有大悲的这种这个进化 就是那么这个大悲和空心呢 就是无而无别 就是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也三三大痛苦所逼迫的一切友情 生起无法看人的大悲心 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很多众生的话 这正是被这个三大痛苦 三大痛苦所这个逼迫 这样的话呢 就是对他们生起无法看人的这种悲心 想使他们白头痛苦 也痛苦致淫的冤枉 是很强烈 一切痛苦的印就是基地 要离苦多了 必须要断除基地所抱过的一切业和烦恼 这个要明确就是 我们知道是这些众生是非常可怜 但是这些众生的这个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四地里面的这个基地 那么基地的这个根本呢 也就是说是业和烦恼 而业和烦恼要断除的话呢 必须要正无空性 不然的话呢 其他任何一个东西呢 也没办法断掉的 而一切业和烦恼的根源归根基地 就是说是无知和巨神无明 要想参除这个这样的贪知这个无明的对境是什么呢 必须要正无我的这个智慧 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正无我的智慧的话呢 除此以外就是没有办法对着这个无明烦恼的这个 就是没有没有办法对着无明烦恼 因为自相续中只有真实不虚的神奇呢 这样的无我智慧 以着圆满光大的智慧质量 从而才能够获得了 就才能这个获真锐宝一般的二资粮的这个复果 就二资粮圆满的这个复果 所以这个次第的话呢 就是非常这个重要 因此有时候呢 大家都是也应该尽量的想办法 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就是就祈祷上师这个诸佛菩萨的价值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一定要生起一个无为的这个背心和这个无为的智慧 就无为的智慧和无为的背心 无为的背心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如果你的相续当中生起了这两个功德的话呢 那外面的这个任何一个什么 我就是见佛像啊 道僧童啊 身边啊 这些什么功德都没有的话呢 你的这个功德已经圆满了 就是你一切任何法呢 就是没有这个什么这个执着 就是不管是罚我也好 任我也好 就是没有什么执着 然后就全部都是觉得是这个 真正的一种 可以说是如幻如梦一样的 就是你入定的时候呢 在如幻如梦的境界当中 甚至你这个所作所为呢 就是经常如梦如幻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不得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高兴的 孙世的话呢 就也没有什么痛苦的 全部是这样的逆心论的空境 或者这样的境界当中的话呢 就这就是这个空性无恶的智慧 在同时呢 很多众生可怜的这些众生的 为了我 为了法呢 就是整天都是忙忙碌碌 就是也是奔波不停 但这样的话呢 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可怜 这让他们什么时候 就是能证悟呢 就是像我的这种境界那样 就是看到他们的这种 这个言行举止呢 生起无畏的这种强烈的背心 就是这个时候呢 也算是一种这个空性大悲 就是我就非常这个希望 就是每一个性的相续当中 就是真正能生起 就是这样无畏的这个智慧 和无畏的这种背心 就是这是这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空性大悲脏 而成就不过的一切正道 无不包括在空性大悲脏之中 只有空性与大悲 并不不 什么就是并性不 并性不白 才呃成得上是空性大悲脏 就是那么这个大悲和空性 就是不脱离 就是不分开 就是他们呢 就是并性具足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算是真正的这个空性大悲脏 仅有具足真无空性的 智慧也是无法称富国的 而端端依靠大悲 世俗菩提心 也是无法称富国的 就是无论 这就是要向称富方便 智慧必须要原容无碍 福不脱离的意义所在 来说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 我相信是我们在座的人呢 就是全部都是真正的 成这个富国就不敢说 但是呢 每一个人的这个相续当中 尤其是在上世主义宝面前 带过很长时间的人的相续当中 应该有就是这个大悲空 空性大悲脏吧 就是空性大悲脏 这是真的非常珍贵 非常这个序啊 所以希望大家 我的自己的自己一点 这个感觉也没有 但是说的话 但我觉得是我这个自己 相续当中是不是有 但是我在大理上呢 就是对此有很这个 呃 就强烈的这种感觉吧 就是强烈的感觉 我觉得是我们秀什么法 无论是现宗 无论是这个现宗还是密宗呢 在直相续当中 必须要要具足一个 这样的这个空性大悲脏 空性大悲脏的这个境界的话呢 当然有这个呃 有高地就是不同的 就是像我们一般凡夫人的这个 从理解上的这个空性大悲脏 也是是非常这个珍贵的 就是不说是这个诸佛菩萨的 一切相续当中的这个空性大悲脏 一般的呃像我这样的这个人的 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也有一个可以说是相似的 这个空性大悲脏吧 但是自己觉得呢 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珍贵 一般的这个世间的物品呢 就是衡量的话呢 就是那没办法这个衡量的 所以呢呃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吧 就是如如如如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同理方便知智慧来舒服 同理智慧之方便也是这个舒服啊 就是这个方便是这里 只讲的是那个大悲心嘛 就然后智慧呢就是无二这个空性 那么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个方便的话呢 这个智慧也是舒服的因 如果脱离了这个智慧 而这样的方便呢 也是这个舒服的因 仰相成佛空性大悲菩提心 而则呃必须见而有之 愿呃相辅愿容啊 就是相辅愿容啊 这一点就是大家呃应该注意 真正你要像这个成佛的话呢 就是这个大悲空性章是呃不能这个离开的 这个空性大悲章呢 就是中观那个当中也是有的 就是那个菩提心事 就是龙母菩萨的菩提心事当中也是有的 嗯 东西就讲我就相信这把开极了 华智仁波切的大悦满前行当中也已经应用过 然后我们在讲那个 菩萨心论的时候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别别给大家广讲过 就是不知道大家的这个 以前听过这些法的人的这个印象当中有没有 要是相续中生起这样的这个大悲心 必须要对众生呃 就是对呃对他种这个心中的强烈痛苦 要呃有这个切身的体会 呃就是要自己的相续当中 真的要生起这个悲心的话呢 首先是呃就对别人的这个痛苦呢 就是自己有一个切身的这个体会 如果首先自相续中没有感受痛苦的这种 这个呃就是没有这个呃什么受过这个痛苦的折磨 那么想呃生起令他脱离痛苦的愿望 也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到底空手是痛苦是什么样的 呃就是比如说从来没有生过病的人的话呢 就是他对别人的痛苦的根本不知道的 然后经常生病的人的话呢 看见病人的时候哎真的这个生病的时候特别特别痛苦 甚至有点这个感冒的话呢也特别痛苦 应该医生们呢就是好好地给他们呃就治疗治疗啊 就如果没有治疗的话是光是那个穿着医生的白色衣服 在他的面前做来做去的话呢对病人来说是心里是很大的一种安慰 真的这样的我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对病人来说是这个医生呢 在他的眼目当中是真正的一个散之神 回这次这个佛陀和没有什么这个差别 佛陀清静的这个呃 来到他的面前的话呢他当时不一定这个起信心 然后病人呢就是那不是那个医生的话呢 他没有这个治好病也不要紧就是凡是呃就是呃就是在病人面前 就是就就慌了慌去的话呢就是觉得傻啊就是这是真正的 我的这个救命恩人呢 很多时候有这种感觉的呃 倘若呃就是不讲正极远谈你远离男人苦楚的这种同情心 也是一向天开的事情了啊就这也是是根本就是办不到的 如果你自己的根本从来没有这个感受过 有些那个贫穷的人呢呃就他就知道是这个贫穷的痛苦 但是有些富裕的人呢根本不知道这个贫穷的痛苦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对他生一个同情心的话呢 那这也是一向天开的事呢就是是可以说是是就是没办法现实的 因此俗显赢党经可能和的回想自行的这种这个苦劳 自身的痛苦这就要观想将重的轮回的痛苦 尤其是恶趣的重重苦难放在自身去干所去体验 前面有没有出现爽脚没有出现爽脚垛底图上冒寒 呃和赢不克人之干束之前一直呃就是修则啊 就是呃如果自己的事啊就是 一想到这个呃痛苦一想到这个轮回的痛苦的时候 就是哎就是现在实在是忍不住 开始这个爽脚垛底图上冒汗 通过这样的修行以后如果对轮回于恶趣痛苦彻底要端出了这个探测 那么在进一步的灌修 正如自己女女为烦恼说必一样 所有的恼母有情在遭受痛苦的折磨 依此相续当中容易生起大悲心 就是依靠这样的方式的话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也容易生起大悲心 最初心中思维自己正在情深感受恶趣的 男人痛苦的陪受折磨 苦不看眼的倾景 仅而极其的想摆脱这种痛苦的愿望 不仅诱然而生 如果真正自己亲身感受恶趣轮回的痛苦的话 那么自然而然生起悲心 自然而然生起悲心 由此修炼共同 孝世达 这样的话自己的轮回当中想获得解脱 对善恶趣生起极大的厌厉心 这就是孝世达的修法 随着生起向摆脱轮回的一切痛苦的强力 细究之心 如是修持重世道 然后所有的轮回当中想获得解脱 首先是三而去当中获得解脱的话 是孝世达的 然后所有的轮回当中获得像解脱的话 这是重世道的 最后的话 他就生起大世道的这种功德 也就是大世道的功德 不仅是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让所有的困难的众生 就获得解脱 就是这样的一种行情叫大世道 最后生起 相求度一切老母众生 脱离痛苦的大悲心 就生起这样的大悲心 再修由此因法的菩提心 并且消息中生起如理了无菩提心 所赐的一切诸法 实相正如正间 而且菩提心所赐的正间空性 这样的也可以叫做空慧见 空慧见能生起来 这样一切三法自然而然会成为编织富国之因 这样的话 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修持的一切三法 全部是变成富国的因 因为我们法性很重要的 法性如果具足一方面 如梦如画的这种空性正间 一方面对众生生起大悲正间 这是不仅是在宪宗当中 密宗里面也是我们修人合法的时候 首先是什么因为灯次 线为灯次 这个时候也是 就是因为灯次的时候 是灌这个空性 线为灯次的时候 对众生起悲心 这是在密宗当中也是非常需要的 这样的一切三法 自然而然会成为编织富国之因 常如如此而行 那成就富国就不再是天大的难事了 今天讲到这里